Navigator这个组件可以创建小程序里面的页面 还有页面之间的链接 在这个试图页面上我们先添加一组Navigator 里面可以包装一个文字 比如demo 这个Navigator有几个类型 我们可以先试一下SwitchTab 先添加一个OpenTab这个属性 去设置一下打开的页面的类型 先把它设置成SwitchTab 它可以切换标签 再添加一个URL属性 它的值呢就是页面的地址 这里应该是一个标签页面的地址 PagesIndex下面的Index 这个是首页的标签页的一个地址 回到开发者工具 我们去预览一下 按一下页面上面的这个demo 这个页面呢会切换到首页这个标签 因为这个页面的地址呢就是PagesIndex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个页面 先打开开发者工具的编辑 新创建一个目录 名字可以叫它demo 在这个目录下面再去创建一个新的page 名字也叫它demo 回到视图的页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OpenTab 设置成Navigate 这种链接可以保留当前的页面 然后打开新的页面 这个页面的地址就是刚才我们创建的Pages 下面的demo的demo 再按一下页面上面的demo 这样会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就是这个demo页面 这里呢有一个返回按钮 用户还可以返回在这之前打开的那个页面 再试一下redirect类型的navigator 去把这个OpenTab去设置成redirect 然后按一下页面上的demo 那么这回小程序呢会关掉当前打开的页面 然后打开新的页面 这里我们再把它换成navigate 在打开页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给页面去传递一些参数 在页面地址里面我们去加上一个问号 然后呢是参数的名字 比如说id等号 而右边的东西呢就是这个参数对应的值 我们可以随便输入一个数字 再打开demo这个页面的主逻辑文件 在它的unload这个生命周期里面 它的options参数里面 会包含传递过来的那些参数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options 输出到控制台上面检查一下 按一下demo 在控制台上面输出的这个options对象里面 你会看到有一个id 这个就是我们传递给页面的参数